總統大選越來越近 各候選人單初的能源政策 面對台灣用電需求越漸增加 核能去留也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目前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統計 全球的核戰比最高落在1996年 來到17.5% 2021年的時候首次降到10%以下 雖然在2021年全球核電發電量增加3.9% 不過仍略低於2019年的水平 換句話說國際間以核能發電的比例 是逐漸下降 國際上還是有很多國家不使用核能 例如說德國 所以其實工業國家也各有選擇 其實現在很多的核電 慢慢都已經進入老舊期了 因為核電大概到四五十年 就逐漸往下降 全球的核電發電量佔比是下降的 那大部分核電廠都已經老舊化 所以都有面臨核廢料的問題 隨著核電廠陸續除異 核廢料的處理也成了燙手山芋 不過也有國家也已經想出辦法 像是北歐國家芬蘭 將以多重障壁處置法 將用過的核燃料棒用鐵包住 用銅包裹成膠囊 再以棚潤土包住 埋在地底四百三十公尺深的 處理站封存 而瑞典也使用同樣的方式 而在亞洲的韓國也預計 效仿生曾掩埋的方式 處理中低階核廢料 不過選擇的過程困難重重 關鍵在於地質要夠穩定 然而歐盟近期雖然將核能與天然氣納為歐盟永續活動分類的綠能投資 但成員國內部意見人高度分歧 且核電要符合永續分類標準的條件非常嚴苛 必須要符合三項標準 需設置核廢料管理及核除疫基金 2050年前找到高階核廢最終處置設施 以及需避免出口至第三國處置放射性廢棄物 但台灣現階段根本不符合歐盟標準 然而面對氣候危機能源轉型的重要關鍵時刻 環團建議國人應檢視自我用電狀態 從根本思考台灣的用電需求 而核能發電是否適合台灣 核廢又該如何處理 還需社會充分溝通理解 原始人趕著馬耀Gawa台北市採訪報導